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叫做木耳炒鸡蛋 这道菜我们在山东的时候 曾经吃到过好几次 在小草店里面炒都会上这一道菜 我去查了一下山东有一道名菜 叫做木须炒肉 或者叫做木须肉 它里面就是有木耳肉丝还有鸡蛋 老公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这个木须子的是什么 鸡蛋 木须子的是鸡蛋 我在台湾看到有人在小吃店上标木须炒蛋 我就说怎么会有木须炒蛋这玩意儿 我就跑去问老板 老板到底什么东西叫做木须炒蛋 木须不就是鸡蛋吗 老板就跟我说不是不是 木须是木耳 他说谁跟你讲的 他说就是这个意思 木须就是木耳 木耳炒鸡蛋就叫木须炒蛋 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个分明 什么东西叫做木须 中国在北方 以前不是那个京城一带有很多的太监吗 太监因为两个蛋蛋都没有了嘛 所以没有办法以形补星 他看到鸡蛋还会有那么一点蛋蛋的悲伤 所以在北京呢 有很多菜 为了避免犯到了这些太监的机会 就会把它改个名字 所以在那个古书典籍上面就有说过咯 木须炒鸡蛋花之黄如 桂花故称蛋花或者是炒蛋为木须 桂花就是属于木须炒的 叫着叫着就变成木须了 所以我们常看那个什么花木栏里面不是有一只木须龙吗 木须这两个字基本上指的是鸡蛋 为了避免太监看到鸡蛋这个东西 心里有一点忧伤 所以就把它改叫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优雅一点 所以根本没有木须炒蛋这个玩意好不好 它叫做木耳炒鸡蛋 所以那个木须肉 那个山东名菜 其实它讲的就是什么 木耳鸡蛋加上肉丝 你可以把什么木耳拿掉 但你就没办法把鸡蛋拿掉 第一个这个东西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 那木耳这个玩意的中国古时候有没有呢 最早期在礼记里面就写到了 在吕氏春秋就是吕布韦写的那本书里面 也有提到他讲未知美者月落之菌 据说这个菌讲的就是木耳 而在什么木头上面长出来的那个木耳最好呢 山淮则柳鱼 吃五木之耳啊 五个木头上面长出来的木耳是最好的 所以桑树槐树过去 他们长出来的木耳比较小比较黑 品质最好价格最贵 有一种树上长出来的木耳是不能吃的 不过这是他超受险的 讲出来给大家笑一笑 为什么要讲出来给大家笑呢 据传闻啊风树上面长出来的木耳 如果你把它摘下来吃了 就会像我现在一样大笑不止 然后狂笑到死为止 所以风树上面长出来的木耳没有人敢吃 不过我想这应该是个无稽之谈 现在我去查了好像文先生没有这种说法 另外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木耳煮了之后不是会黏黏稠稠的吗 好像勾芡一样 老婆为什么 它里头的一个胶质吧 很多人都说木耳里面有胶质也就是所谓的胶原蛋白 所以吃了黑木耳入黑木耳汁吃了黑木耳可以补充 胶原蛋白这是对的还错的 嗯不晓得 跟各位报告胶原蛋白只有动物才有 植物剩下是不会产出任何胶原蛋白 那为什么又会Q弹有劲滑滑嫩嫩的呢 木耳 因为它里面还有非常多的水龙性膳食纤维 老婆膳食纤维吃多了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因为它会吸收水分它就会怎么样产生饱足感 第二个它可以加速新陈代谢 第三个它可以促进肠胃道里面的益生菌繁殖 让肠道维持一个健康的状况 另外它可以延缓糖尿那个血糖的上升 还能够阻止胆固醇的吸收 所以它木耳虽然没有那个胶原蛋白 但是吃下去这一个水龙性膳食纤维对人体是非常非常棒的 好伙伴多了 赶紧把时间交给老婆熟了一大堆 老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叫做什么 木耳炒金蛋绝对不是木须蛋的 老婆时间交给你 大家好我是一鲁 你看这样像不像耳朵 像猪八戒 一个大耳朵一个小耳朵 这个木耳其实它在长的时候 你猜它是长这样还是长这样 炒上面吧 这样吧 其实长这样的话它里头会装水 所以它长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 对对对不然会烂掉 对这个很可爱 这个切的时候我们大小就把它切像这样子的大小 太大的啊可以稍微改刀一下 切成片状 对 像这种颜色比较红的叫做红耳仔 也有另外一种比较黑的叫黑耳仔 比较小的那种啊就叫穿耳了 小小黑黑的 那比较贵一点 对不会差太多啦 对 这个生姜给它一点点就好了 这个把它切磨 我发现我们这一次去山东 其实很多菜肴都会加木耳 对 这一点点就好了 再来这个蒜头呢 也把它直接切磨 接着我们再切一些葱 这个葱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切断 然后切个辣椒 现在我们准备三个鸡蛋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角 这个鸡蛋超新鲜 你这样打你看它很圆很立体 对 这些蛋白还分两层 对 这种就是很新鲜的鸡蛋 好 里面给它加一点点的米酒 去腥的 去腥真香 而且炒起来比较嫩 对 然后盐给它一点点 就是入一点点底味 这个把它打散 好了 食材都准备好了 这样我们就准备上锅了 我们第一个步骤先来烧鸡蛋 对 这锅子里面放一些油以后 鸡蛋就进来了 稍微拿到旁边定型 这个蛋我们不要它太碎喔 嗯 要成块成块的比较好 我现在下面用的是最大货 你看这个 嗯 颜色有没有一点像桂花的颜色 大的桂花 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 这样翻一下翻一下 这样的蛋吃起来也比较有空气感 比较抛一点点 比较蓬松 对 漂亮喔 对 要把它炒到有点焦焦的比较香 嗯 如果炒的碎碎的就真的很像桂花 对 把它拌一下 再等它一下 香味出来了 对 蛋香味好 鸡蛋一定 至少要炒到这有一点点焦黄的感觉 它的香味才出得来 对 嗯 但是这道菜啊 我们建议大家 鸡蛋不要炒碎 嗯 快撞快撞的吃起来更有口感 对 对 好 那我们这个炒一下啊 你看 好香喔 对 这个时候蛋的香味才会炒出来 对 这个先把它盛出来备用 一样这个锅子不用洗喔 其实炒蛋的锅子很干净 而且比较香 对 然后姜先下来 蒜末也下来 是 这个葱白给它下 这个时候是什么火啊 大火 大火 木耳就下来了 对 漂亮喔 香味 其实我也很喜欢吃木耳 为什么 因为木耳QQ的很好吃的 而且它拿来炒面什么的时候啊 像我炒面 我就是喜欢把木耳切成丝 它跟面条破在一起 我儿子他们就稀里糊糊就吃掉 然后 你说炒这样太明显的啊 他就不吃 他们会挑着吃 如果小孩不吃 就把它切细一点就对了 对 炒的软软他就没感觉 其实木耳QQ 我们在大陆吃很多凉拌 很好吃 凉麦也很好吃 现在下调味料了 酱油一点点 嗯 还有这个是蚝油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素食 对 那个是素蚝油 对 香 刚刚那一烧锅气就出来了 对 所以你看铁锅就是有这个锅气 那我们就直接再加一点点糖 好 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一点味精 好 现在鸡蛋里面已经有下那个 鹽巴 跟米酒 这个鸡蛋就可以直接倒入 这个也是一个菜手菜 所以把它搬在一起就好了 嗯 然后刚才塞了一些 辣椒跟葱绿 对 你给它进来 快啊 好香啊 好了 熄火 出锅 漂亮 哇 色香味俱全啊 赞 这是一道非常健康营养 而且实惠的家常小炒菜 鸡蛋三颗15块 刚刚那些木耳15块 加起来这盘菜的成本 也就30块钱而已 炒起来你看 特别好看 我们讲五行里面 红黄蓝白黑都要有 对吧 这个就是黑色加黄色 再加上绿色的蔬菜 还有红色的辣椒 都在一起 哎呀营养均衡的 咱们赶紧来尝一下 鸡蛋吸满了汤汁 好吃耶 鸡蛋还是要炒成这个块状 炒得有一点点焦香 再吸满汤汁就特别特别的棒 如果你炒得不够老 外面不够焦 它就没有办法吸上汤汁了 对不对 如果炒碎了 它就没有办法保持鸡蛋的原味 炒这样块状配这个菜 真的很好吃 嗯 来个木耳 QQ的 QQ弹弹弹滑滑的 就觉得心情特别好 其实我觉得吃这盘当主食就好 吃这盘就会有饱足感 如果你要吃这盘当主食的话 就是味道不要下这么重 吃上一盘30块钱 开开心心 我们跟外面餐厅的做法 大概有两个差异 第一个差异 外面餐厅如果比较大量在做的话 它会先把木耳拿去焯一下水 它是直接用烫干的 烫熟的 所以它在炒的时候 速度会非常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去外面吃这道菜的话 里面都会拌着一些胡萝卜片 可是小孩子不喜欢吃胡萝卜片 然后我们一买都是一大根 只切个三五片胡萝卜下去配色 又觉得特别浪费 所以我们就把胡萝卜给拿掉了 嘿 结果我们试过几次之后 这样子炒比外面炒的还好吃 好嘞 各位好朋友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咱们下回见 拜拜